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我们在2024的第一支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既疗愈 又充满新希望的主题 那就是日历大开箱 那这支影片呢 我们也会搭配抽奖活动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那我们今年获得的日历们呢 都是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要陪伴我们度过整个2024年 那接下来我们依照不同类别 来进行开箱吧 第一本 是我先前在IG有发过文的 苗大作品 2024花开的样子 水彩植物366可思日立 先来看一下这个弱草色外壳 搭配烫金工艺 象征春天 青春嫩芽 闪闪发光 颜色和字体搭配文字内容的选择 都很有新年气氛 拿来当成2024的崭新开始 是不是很棒呢 我们小心翼翼打开 会先看到这一包 水彩蜂的花草种植记录卡 这是预购期才有的小礼物哦 给来不及预购的各位 来看一下它们有多美 那背面呢 你真的可以记录花草的种植栽药哦 进入到重点 整体使用灰色系的云朵纸印刷 搭配烫金字 还有金色的杖本钉 我们脱下它美丽的花卉腰风 就可以准备翻阅2024的美好了 打开以后呢看到一整面的花团锦簇嘛 那再翻开1月1号 整体的版面配置 右下方会告诉你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几 那上方是有当月的月历 中间主视觉是水彩绘制的植物种子 那翻到今天7号的话 你会看到种子长大啦 变成美丽的植物 到了8号呢又是一颗新种子开始 那与此同时 在每一页下方会告诉你它的名字 还有今天是今年的第几天 第几个星期 好我们翻开YA的生日月面 像是2月10号是刚长出来的小芽 5月30号叶子长得比较大 都还没有开花 这本日历呢还有两样 我觉得很细腻又很特别的设计 第一个是它规划了上下两条丝线 上面的丝线是单纯让你过一天丝一天 不过下方丝线呢 可以让你的日历 直接变成手杖的拼贴图像素材和文字素材 超级的贴心 第二个特点呢 是因为没有大住在南半球的澳洲嘛 所以这本日历的24节气 是南北半球一起呈现的哦 整本日历可以站立 内容搜集了四个季节的52种花卉 每个星期 要会它从种子到开花的过程 让你的春夏秋冬都会有花香陪伴 和花卉相关的日历 还有这本 易于有花的植物温柔力 我们去年购买的凋零力 是植物实体摄影 那今年是品牌创作者的首会插画哦 好 我们拉开透明小盒 来看一下这本文艺感十足的美物 现在看支架 是河底附的牛皮纸纸板 你可以把日历溃上去 哦那顺带一提 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布糊头 让你的整本日历都很好思 也不容易破损 超级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跟进 好来看第一页 是这一本日历的主题 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温柔的人 在温柔的老去 每个月第一页的月份页呢 会看到全黑色的小花瓶剪影和短语 进入到日期页之后 可以看到简约的牌板和首会设计 上方是日期 中间是每一天的主视觉植物 左右两边是植物的名称和学名 那下方还有每日小语 我觉得366天 每一天想一种植物 还要把它画出来 本身难度就不低 加上每一天呢 还要想出相对应的短语 真的是十分用心 又很费工的作品 比方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 他们选择欧洲东青 这是用来纪念或象征 耶稣基督的一种植物 那搭配短语 说的是理想 以及世界更美好的盼望 至于5月30号是野江花 这是在5、6月份会开花的花会 下方的短语呢 主题是风景 但他要说的 并非是真实的风景 而是更有深意的人生感受 那另外呢 像不同的情人节 他们的花和短语 也会搭配到和爱相关的主题 让你每一天可以看到美好 年轻的花卉呈现 又可以获得一些心灵上的提醒或思考 这是一本很有诚意 又很细腻的日历作品 所以我从去年终于买到第一本之后呢 就决定说如果以后他们加出了新品 我一定是年年买一本 因为他们从硬体上的纸材和胡同选择 到软体方面的版面配置 还有图文搭配 品质都非常之高 哦对了对了 这本日历 今年还有出周边哦 我选择了山茶花小布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气质是有多高大上 而且它很贴心 还有附内袋哦 超级喜欢的 我要抵好一波哦 来看到这一本 我觉得应该是要被更多人关注的 吉文搞鬼力 这是由吉文考古所制作的 他们本身呢是以传统文化 吉祥图案还有历史故事 来当成创作灵感的团队 我们先前在这子印大道成 有看过不少他们的作品 所以一发现他们有出日历 我就非常期待 封面采用了部分烫金 质感蛮好的 打开来 在下方还有附上一张不透明的鬼怪小贴纸 以及用来支撑的小木架 质感颇好 回来日历本身 它的排版很简单 上方是基本资讯 中间有主要的故事绘图 旁边是农历日期 下方是短篇首故事 在1月1号是要说金穿山甲马 除了主角之外 两兄弟也有参与故事哦 好我们继续往后翻 内容当中会有东西方文化的鬼怪故事 到了星期天 还会有像是着色拉 潇潇乐 或是连连看的小游戏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下5月30号是墨西哥哭泣女的小故事 那这整本日历 讲的虽然是鬼故事 但整体插画并不会到过于可怕的地步 我大概翻了一下 最可怕等级大概是12月10号这一种吸血动物的图案和介绍吧 那其他大多是还蛮有趣又可爱的 绘画风格相当强烈又独特 哦对了 在特定日期还会有全彩页面的鬼怪故事哦 我以前小时候很怕这种非人类世界的故事 不过长大之后发现 其实人类比很多事物都可怕 但这款日历 我只把它定义在着重于历史故事的图文传播上 而且风格非常的明确 我看了很喜欢也希望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共鸣和关注 网红Hook推出的每天都上市 今年又来啦 而且他们在募资平台上 获得了突破3000万的好成绩 非常优秀哦 外包装深蓝色外壳 搭配烫雷射影 举感性给高分 打开来 在下方是有灰纸板材质的日历支架 接下来是主角登场啦 封面是铜锡卡上物皮 摸起来质感不错 第一也是告诉你 一月份的主题是美楚布达米亚 这里呢会有相关的文明知识懒人包 接下来每天会有一段文化小故事 上方是每一天主题 中间搭配这种和去年一样 有一点复古可爱风格的插画 再来是每一天的文化内容 以及每天的日期 那既然呢 它是在说历史的食谱文化嘛 所以每天的文字内容 都是以历史料理为主的 每个星期会做好一道料理 在平日和假日 会在数字栏这边有颜色差异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2月10号 这个月主题是世界大战时期吃什么 所以这天说的 是日本当时的海军和陆军 在米饭上的差异性 那5月30号 因为这个月是宋朝嘛 那所以呢 它的内容是宋朝孕妇 有什么样的饮食禁忌 其实整本翻下来 我觉得很不错的 它是用很直白 又很简单的叙事口吻 来说明很多古文明的饮食故事 而且整本月历的文字内容 有9万字以上 但是每一页该有的插画啊 还有排版设计都还是很优秀 这也是一本很有诚意的作品 适合喜欢历史小故事 或喜欢这种插画风格 又热爱分享历史故事的人拥有 同样充满文字内容 我们要看到这一本 独立书店2024 它有紫色和绿色封面板 我们开的是紫色 那上方的装正 是用古籍的榜书线手工制作 总本任励可以直接站立 摆起来蛮时尚的 打开来看 或是看到这个月的主视觉 那上方有整个月的阅历 中间一句经典名言主题当开端 月份页有很美的插画 好 进入到主题那页 和往年一样 设计很简约好用 下方标注日期 中间会有文学金句 搭配精美插画 左边呢告诉你是哪一位作家的什么作品 下方呢还有一个hashtag 方便大家打卡使用 不过呢这种装正方式 不太适合先看后面的内容 我们从这个小小九度 来看一下是2月10号 经典明年初处呢 是简历影 费费子的直到夜色温柔 5月30号是陈宏仪的著作 让你一年366天 每一天都可以感受一下 台湾作家的文学金句魅力 有一种学识渊博 很有深度的仪式感 继2022年的种子力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 应该相同品牌的2024年日历啦 我真的觉得这个品牌的设计 和插画非常的细致 之前是因为看了太喜欢 才觉得一定要拥有 这本呢是我购买当中 尺寸最大的仿生力 一样维持很优秀的细致插画 打开来 这一层小金灵是要干嘛咧 我不知道可以干嘛 不过很可爱 欢迎各位帮我解惑一下 好的 我们直接看日历的本身 我选择的还是现装 觉得比较有feu 封面是有很多不同主题的小心脏 1月1号 一个婴儿在荷叶中现身 版面配置是满版的彩绘图 下方搭配了年月日期 那右上方 有24节气和浓历的时间 左边呢是今天的主题发想 我们继续翻看 他们家插画很美 满版的全彩绘图 没有过分心艳的色彩呈现 而是用很温和柔软的风格 营造出沉浸又温润的气质 我们直接看是2月10号 哦是比目鱼吗 它在沙堆里面盯着上面的小鱼 那我更喜欢5月30号这一天 一夜片中的随波逐流 人类和小鱼的三望 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 整本日历呢 主要是以大自然 动植物的协性和样态 来和我们人体的身心进行结合 及发想 要我们沉淀下来 好好感受生活中的一切 OK我们来看一下这本 之前有做过短影片的 色彩梦堂 玉利吉周包 已经是第二年出版了哦 好打开这本 多层肉的小石虎之后呢 我们先看到的是免则说明耶 被亲自罢临这种事情 哦我的天哪感同身受耶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多层肉小石虎再次现身 新年1月1号 石虎看起来眼神还行 要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年 结果2号呢 就遭遇到白眼同事啦 他下方搭配的内容 是隧道按摩哦 遇到白眼同事 当然是要按眼睛啦 接下来的周间呢 每一天都会有相对应的隧道按摩 但至于周末 是推荐影集内容哦 让你假日可以找到好剧 打发无聊时间 那当然 也可以搭配收看Y的每一季推荐 是最佳选择啦 碰到动物相关的节日 或二次节气的时候 会有相对应的介绍 图案都非常可爱 可以剪下来当装饰 那同样呢 因为装症的问题 比较不好翻后面 我们用这个修走度 来看一下12月10号 这里告诉大家 被绊脑之后 躺着真舒服 搭配的是紧绝的穴道 那5月30号 是表情很皮的石虎 要大家不要理会别人讲坏话 搭配嘴角旁边的穴道按摩 真是绝佳的组合耶 那至于按穴道怎么进行呢 盒子下方 还搭配一个新型的刮沙板哦 平常的社畜生活 有一本贴心的日历陪伴 会成为你我的书压良版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本 山东馒头的思思日历 小猫咪还有猫咪鬼 都拿着像新女帮的小东西 我们拆开来很直接 就是它的全貌咯 到处来看一下 底下有一个压克力的支架 颜色有荧光粉 荧光黄和橘色 那很明显的我们是荧光橘 组好之后就可以拿来摆日历啦 它每一页设计都很简单 上方是今天星期几和节日的标注 中间是主视觉图案 下方是日期和月份 那因为绝章有一点薄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到后面的图案 12月10号 是拿着爆米花 又或者是恒大橡皮擦的猫猫鬼 那5月30号呢 是DJ猫猫鬼 邀请大家月底一起嗨 我觉得它很小巧 但张丝下来 也可以当成手杖素材使用 或是可以当成装饰啦 卓色图甚至是便条纸 都非常实用 小型日历继续看 这本是我在这本 文聚女子伯带回来的小可爱哦 我当时以为有录影啦 结果根本没有按 所以就当神秘彩蛋 放这个星期来开箱 这个品牌主要是推出原创的橡皮章设计 作品都适合一种朴实可爱的气氛 那我在买小印章的时候 看到这一本就立刻先下手为常 每天样式都很简单哦 是基本的日历资讯 还有主要图像 那这些图案有什么特别呢 所有的图案都是使用 Lila Lila Steps 从以前到现在 所推出来的所有橡皮印章图样 所以印章大小是一样的哦 来看是2月10号 是一位看起来很吓趴的人 搭配紫色系的圆点点 那5月30号是这种 鱼骨带拉 破掉的玻璃杯这种小印章 搭配电层色系呈现 整体来说 我们在内容上 可以看到各种不同款式的印章 在颜色或内容排版上是怎么搭配的 简直是超棒棒 而且我还发现 它虽然是没有居驾的 但可以摆成这样哦 没有想到它的胡同弄得这么好 演展开来好舒服 还不怕它掉 好啦 以上是我们在2024年 获得的美好日历们 不晓得各位最喜欢哪一本日历 又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推荐呢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这次影片 也会搭配抽奖活动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IG贴文哦 才有机会成为获得 他们的幸运儿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